也没人告诉我肖战早期这么杀呀 快告诉小瓜现在这个视频传到哪里了 能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一遍 小瓜永远对会跳舞的男生毫无抵抗力 更别说长相 身材 舞蹈全面发展的男星了 那么今天小瓜就来跟大家一块看看内娱那些用舞蹈杀人的男星名场面 来看看有没有你pick的男星 肖战 应该没有人能够在肖战的白色衬衫舞台中完整地走出去吧 拗腰动作和撩人的小表情小瓜真的要开始嘶哈嘶哈了 这个带有别碰他声音的超越舞台简直就是小瓜的减速带 分分钟被战战硬控 不仅如此 战战的每一个衬衫舞台都值得细细品味 又撩又郁再加上他勾人的笑容 试问谁顶得住 在东方跨年晚会上 他的唱跳表演更是令人惊叹 高难度的舞蹈动作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尖叫 也看得出他对整个舞台台风的掌握和把控 无论是可爱的舞蹈风格还是性感的舞姿 肖战都能完美地消化并呈现给观众 让大家看到了他作为艺人的多面性 同时他对演戏的努力钻研和惊人的才华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让他在娱乐圈中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 谁懂喜欢一个全能艺人有多幸福 会演戏会唱跳 样样专业且出色 木墙劈横很幸福住 王一博 作为unique舞蹈担当 创造营的舞蹈导师 不仅在舞台上还是在练习室 都以其充满力量且潇洒的舞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就是街舞3》中 他的一段水中舞更是帅气逼人 特别是那个白色造型中的凶震动作 让粉丝们反复回味 爆发力和踩点的准确程度都看着很舒爽 气场也很足 空气中简直就在飘着新鲜的荷尔蒙啊 虽然娱乐圈中水平过硬的年轻dancer和唱跳俱佳的爱豆大有人在 长得好看的可能也不止他一个 但是只有耶博给小瓜带来的反差蒙真的暴击 我看谁还跟小瓜一样喜欢看波波101主题曲的舞蹈 一脸深无可恋却又可爱得那么认真 那么少言寡语那么直男的一个人可爱起来 却也是浑然天成的 他跳起舞来颇有牙匹的气质 动作柔中带刚 随性灵动又收放自如 舞步眼花缭乱定点的时候 又很稳 天赋惊人后期努力的波波值得最好的 谭剑刺 这位在长相思中大沙四方的香柳 在《猎罪图鉴》中拥有着超群智商的顺毛模拟画像师 却在舞台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魅力 谁能想到 他在荧幕下的形象竟能如此狂野痞帅 成为舞台上的魅力王者 跟毛小彤在央视频道的中秋晚会上表演的《孤独送歌》 至今都被网友强烈推荐和安利 甚至有网友评价说 以后的晚会艺人的唱跳水平能不能按这个标准来 这无疑是对谭剑刺极高的评价和认可了 跟赵小棠在《你好星期六》 跳双人舞就场那段小瓜反复观看 世界上怎么会有像谭剑刺这么暖的男孩 临场反应能力max 他是一个能将 剑魂 变成自己专属BGM的男人 将音乐与舞蹈完美融合 展现出独一无二的魅力 在短视频平台上 许多人都在模仿谭剑刺的舞蹈 但总有人说没有他那种看似半死不活 却轻快随意的感觉 当你真正点开谭剑刺的舞台表演 相信你会立刻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得恰到好处 力量有度且毫不拖泥带水 再配上他那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让人忍不住一直关注下去 古装男神罗云熙 首次引起大众关注是在电视剧 何以生肖默中饰演学生时代的何以琛 随后 在《香蜜沉沉静如霜》中 他凭借一席白衣经验亮相 饰演的润玉一角 更是让观众为之倾倒 没想到这位才是真真正正实打实的全能艺人 罗云熙并非只是演技出众 他的舞蹈背景也为他的表演增色不少 并且在各方面各领域有被认证的 无论是奖项 证书还是著名艺术家的夸赞 这都是对罗云熙实力的很大肯定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罗云熙 最初是一名芭蕾舞者 这或许正是他舞台表现行云流水 游刃有余的原因所在 罗云熙身段一态气质都是一等一的 他做任何动作你都觉得是神仙下凡如玉般清冷如雅 哪怕也有部分动作不被大众看好 但是由他做出来就是那么赏心悦目 其实罗云熙的这张脸为他的气质上了大分 他的五官是锋利的帅 但多年沉淀下来的气质让他多了一分温柔 让大家觉得清纯中又夹带一丝诱惑 天鹅颈 杨柳妖 蝴蝶骨 韩晴眼 红眼尾 雪白的皮肤 还有专业芭蕾演员柔韧的身体 他就是那种 美而自知 直到如何能更加显露出美 张艺兴以其卓越的舞蹈技巧闻名 看过这就是街舞的观众无不被他的舞姿所震撼 赞叹其既酷又帅 在舞台上 他展现出的舞蹈水平甚至超越了许多参赛选手 特别是跳crumb时 那精湛的律动和平衡技巧堪称专业 他的舞蹈让人有一种肾上线飙升的感觉 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场 以及合而蒙把观众捆得死死的 真不愧张艺兴绑沙袋练舞每天十几二十小时 他真的是在拿命拼 他可以在拍戏换设备的五分钟间隔赶紧做音乐 可以边见身边背英语单词 他为带团队去清华学金融管理 他现在那么忙 仍然每天几时间练舞做音乐练琴学习 张艺兴旗下女团最近翻跳 Armageddon真的给小瓜看呆了 不愧是专业导师带出来的女团 身上确实是有点子实力在的 在谈到他自己的热爱舞蹈和音乐的时候 会让人感受到他的坚持 与对自己作为音乐人的那种责任感 全方位发展艺人张艺兴 唱歌 跳舞 音乐制作 真的是一刻不停地在经济能力 作为偶像 艺兴真的用他的汗水和坚持 以及无数作品和舞台 传达给了粉丝 大众他的态度 品质和正能量 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另一位XO成员陆寒 2008年 陆寒赴韩国留学 并在逛街时被SM公司星探发掘 2010年 他签约成为SM公司旗下练习生 并于2012年以XO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担任主唱 领舞和门面担当 陆寒和张艺兴都曾是韩国SM娱乐公司的练习生 他们的业务水平自然不容小觑 他跳舞会给观众一种灵动 行云如流水一般的感觉 动作都恰到好处 没有那种过分用力的感觉 但依旧很有力量 看上去很随意 很轻松 在舞台上 陆寒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 而近期在国内综艺节目中 他也展现了出色的综艺感和幽默感 与嘉宾们互动频繁 制造了不少笑点 成为了一位全面发展的偶像 又是领舞 又是主唱 长得也好看 镜头感也强 表情管理超绝 还是ACE 这绝对是实打实的S级爱豆啊 回国后更是大沙四方反而实力更加精进 事业心也明显提升 他可以一个人撑起13万人的演唱会 全程美景嘉宾完全是他一个人唱跳全场 而且并没有车祸现场 所以陆寒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唱跳歌手 因为自身优越的柔韧性和协调性 杨阳自小学便开始学习跳舞 在学校期间舞蹈系的杨阳一边主修学业 一边尽职尽责成为一名优秀的文艺兵 关于网友都在意的 为什么现在杨阳不跳舞了的相关解答 杨阳本人有在采访中提到 由于他做事比较专一 也很追求完美 进入演艺圈以后 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爱的梦想 从此就把舞蹈放在心里 因为爱舞蹈就尊重舞蹈 尽管在娱乐圈中 杨阳并没有太多机会展示他的舞蹈才华 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气质总是与众不同 在录制节目时 他偶尔展现的舞蹈技能总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形体 无论是站立还是坐下 都显得如此挺拔 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背面看 杨阳的站姿都如同雕塑般纹丝不动 坚韧而挺拔 这一切都得益于他身后的舞蹈功底和军艺生涯的严格训练 今天小瓜就先带大家盘点这么多了 在评论区留下你觉得舞蹈很棒的男星吧 同时也可以给小瓜推荐你喜欢的男星的跳舞舞台哦 小瓜也爱看一些男星绽放魅力的时刻 我们下期见